东奥会计在线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债务重组的具体会计处理 首先来看知识点以资产清偿债务 或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会计处理 那这块是属于三星级的内容 是属于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在考试中命题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那首先看一下债权人 债权人应当在相关资产符合其定义和确认条件时 予以确认 那对于债权人来说 他获得了抵债资产 或者是拿到了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这些资产要符合资产的定义 以及资产的确认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 再看债务人 债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 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 予以终止确认 那对于债务人来说 伴随着资产和权益工具的交付 那么我们所清偿债务的现实义务也就解除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符合了终止确认条件 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 我们就要进行终止确认 终止确认相关的资产 以及所清偿的债务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那么同学们在平时以及考试做题的时候 你也是要区分清楚 看看我们的题目到底问的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 这是你首先要明确的 千万不要做错了 那先看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 那么第一种情况 我们债权人拿到的是金融资产 债权人受让包括现金在内的单项或多项金融资产的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 进行确认和计量 那债权人拿到的既然是金融资产 那么金融资产不管是它的确认以及计量 甚至是终止确认等等 只要是金融资产的话 那么它整体的核算是要适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 要适用的是金融工具相关准则 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量 那么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这个规定就是来自于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是不是 但是来自于这个准则 所以我们要按照金融工具相关准则来进行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确认金额与债权中止确认日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寄入投资收益 那么这一句话同学们一定要把它拆解开 仔细去研究 那对于金融资产来说 债权人拿到了 那拿到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确认金额 那通常就指的是金融资产初始入账时的公允价值 然后与债权中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 债权我们要按照账面价值做中止确认 那么两者之间有差额 这个差额是要进入到投资收益这个科目的 为什么会进入到投资收益呢 因为对于债权人来说 债权人放弃债权获得对价 那么我们放弃债权就相当于债权终止确认 是不是 那对于你放弃的债权是啥呀 是金融资产 那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产生的损益 是不是 坐在投资收益里 所以这个规定 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 所以对于债权人受让的是金融资产 换句话说就是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来抵战 相应的账务处理以及原则都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我们债权人拿到金融资产了 借记银行存款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等 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初始确认的 那么贷方应收账款等借方坏账准备 那么这就是我们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 要看债权 我们债权人在账上是如何来进行核算的 那债权人 他的债权有可能是作为应收款项核算 也有可能作为什么呀 其他债权投资 然后还有可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等 那对于放弃的债权 直接按照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 那既然是按照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 如果是已经计题了减值准备 比如说像坏账准备的 那要同时做截转 产生的差额是进入到投资收益当中的 那这个投资收益差额也有可能是在贷方 因为在新的债务重组这个准则中 我们不再强调债权人必须要做出让步了 所以投资收益有可能在借方 有可能是在贷方 那么在绝大多数的实物中还都是会在借方的 一般情况下通常都还是会在借方的 然后我们再看债权人受让非金融资产 那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 应当按照下列原则 以成本计量 那这个成本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要区分你获得的抵债资产到底是什么 那么如果是存货的话 存货的成本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和 使该资产达到当前位置和状态所发生的 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 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等其他成本 这些其他成本是我们为了取得存货 所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成本 那么这些其他成本也是应该进入到存货的成本当中 比如说为了获得抵债的存货 那企业发生了一定的运输费等等 所以对于存货的成本 我们是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基础来确定存货的成本 紧接着 对于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投资的成本 那这一块同学们首先要清楚 对于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投资 这样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是适用债务重组准则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长投的成本如何来确定呢 就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的其他成本 也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再加上其他成本来确定 那如果获得的抵债资产 债权人是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来进行合算了 那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等其他成本 也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再加上其他成本 紧接着获得的抵债资产 债权人作为固定资产进行合算 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和使该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运输费 装卸费 安装费 专业人员服务费等其他成本 也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再加上为了取得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发生的其他成本 那看一下提示 确定固定资产成本时 应当考虑预计弃质费用因素 所以当存在弃质费用的时候 那么固定资产它的入账成本 你该考虑弃质费用 也是要考虑弃质费用的 紧接着无形资产的成本 那么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和可直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用途 所发生的税金等其他成本 所以你看看总结 对于债权人受让非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成本 那我们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再加上可直接归属于受让资产的一些其他成本 看一下提示 这个提示是2022年教材新增的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 它的债务重组是在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中达成的交易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通常就与受让资产的公允价值是相等的 你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跟我们拿到的抵债资产的公允价通常就是相等的 并且通常我们不高于放弃债权的账面余额 通常情况下 它都不会高于所放弃的债权的账面余额 这样一句话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是进入到投资收益的 那你想想 我们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基础 确定了换入非金融资产的成本 那么非金融资产换入的抵债资产入账了 那对于我们所放弃的债权要终止确认 那么放弃债权的终止确认 这就是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公允跟账面之间的差额 直接进入投资收益就可以 看一下账务处理 借记 我们借方先借记抵债资产 把抵债资产我们要入账 借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库存商品长期股权投资等 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再加上相关税费等其他成本 那如果有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 我们拿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话 增值税可以抵扣的话 那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所以增值税坐在进向税额里了 那我们在确认非金融资产的成本的时候 那就要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加上 其他成本要扣掉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 这块很好理解 因为增值税的进向税额单独做抵扣了 那么紧接着如果我们针对债权 既提了减值准备 既提了坏账准备 要把坏账准备冲掉 然后代方把应收账款等债权给它冲掉 这样把债权的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了 然后如果发生了直接相关税费 那这些直接相关税费是记录到债权人拿到抵债资产的成本里 那代方还有银行存款等 是不是 这样的话产生的差额 我们是记录到投资收益当中的 投资收益的金额就等于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与账面价的差额或者是在代方 所以这块一定要把它理解透 本身是不难的 就是通过什么呀 放弃了债权 我们拿到了抵债资产 抵债资产是非金融资产的话 非金融资产它入账是应该按照成本来入账 那这个成本的确定就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再加上可以记录到成本的一些相关税费等其他成本 看一下真题2021单选题 甲公司2020年12月12日与乙公司进行债务重组 重组日甲公司应收乙公司账款的账面余额是216万元 以计题坏账准备28万元 那关于我们债权的账面价值 那就用216减去28是188万元 应收账款的公允价值是182万元 我们放弃债权的公允是182万元 以公司以一批库存商品抵偿该笔欠款 该库存商品的公允价值是200万元 增值税税额是26万元 甲公司为取得上述库存商品支付了运输费3万元 那么你甲公司为了取得上述的库存商品 那你支付的运输费 这3万的运输费应该进入到我们所获得的抵债资产的成本里 甲定不考虑除增值税外的其他因素 甲公司应该债务重组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那么甲公司是啥呀 甲公司是债权人 那债权人在债务重组过程中 我们获得的抵债资产是非金融资产 是吧 那么债权人问你债务重组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很简单 那就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减去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就可以 所以用182减去188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投资收益应该是负的6万元 在借房有6万元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第四个选项 那么关于我们教材变化大的时候 往往给同学们带来的都是一定的利好消息 不要害怕教材变化 不要去害怕这些新的准则 因为新准则刚出来的时候 你发没发现一个教材变化特别大的内容 全新的内容在前几年的考题中 往往命题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不要担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账务处理 首先拿到的抵债的库存商品 我们应该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182 然后再加上为了取得库存商品所发生的运输费3万 然后有增值税进向税额 进向税额可以抵扣 那么要把可以抵扣的进向税给它扣掉 这样的话库存商品入账159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向税额26万元 然后我们贷方银行存款 贷方银行存款这3万元是为了取得库存商品所发生的运输费 然后要把债权终止确认 贷方应收账款216 借方坏账准备28 这样我们借贷方的差额 那么是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在借方是有6万元的 那么这个6万元其实就是放弃债权的公运和账面之差 所以你像这样的会计分路同学们也是需要必须掌握住的 然后看一下债权人受让多项资产 那么受让的是多项资产 我们就需要去确定每一项资产 它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这个是很容易分析清楚的 是不是 那债权人拿到了多项资产 那么每一项资产我到底入账时成本是多少 你就得会确定 债权人受让多项非金融资产 或者是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在内的多项资产的 那么首先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 确认和计量受让的金融资产 所以关于金融资产 它的入账价值的确定 这块同学们一定要掌握住啊 关于受让的是金融资产 那么金融资产直接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来去入账 那么金融工具准则是怎么规定的 是不是金融资产要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出使计量啊 所以一定要记住 对于债权人拿到的是金融资产的话 那么金融资产 它是不参与成本的一个分配的 它不用参与什么分配 直接就按照公允价值去入账就行了 然后按照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各项资产 那么金融资产以外的各项资产 那通常指的就是非金融资产 那对于非金融资产在入账的时候 那它就要参与到成本的分配当中 看看分配给每一项非金融资产的成本是多少 要按照在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比例 我们是在债务重组这个合同生效日 合同生效了 我们就要做出成本分配 确定各项资产的成本 所以这块要清楚 是在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日这一天 我们就要确定好债权人拿到的各项非金融资产的成本是多少 尽管这个时候你没有实实在在拿到这项资产的 但是它应该分配的成本 它具体的成本是多少 需要在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日这一天给它确定 那关于各项非金融资产它的成本 在分配的时候要按照各项非金融资产 它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配 那么需要分配的金额是 对放弃债权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要扣除受让金融资产当日公允价值后的金额进行分配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先确定好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 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确定好了 按照公允价值的比例在各项非金融资产之间一分配就行了 那么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是多少呢 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你所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那么你可以认为是付出的对价 你付出的对价不就是放弃了债权吗 那么对应着拿到的是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那么金融资产上公允价入账 我们把金融资产扣掉 剩下的就是非金融资产的 所以是放弃债权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要扣掉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剩下的就是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 然后按照公允价值的比例 以此为基础 分别确定各项资产的成本 分别确定各项非金融资产的成本 关于新的债务重组准则 大家不要着急 你就慢一点 一句话一句话都把它研究透 然后再去做题 要不然你着急做题的话 那你做题会做成一锅粥 乱乱呼呼的 那么看一下老师给大家画的这个图 那么我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这是你所付出的整个对价 那我们通过放弃了债权 拿到的是抵债资产 抵债资产既有金融资产 也有非金融资产 那关于金融资产的话 我们一定是按公允价值直接入账就行 金融资产它不参与成本的分配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扣掉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剩下的 剩下的这一部分 就是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 那么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有了 是不是要在各项非金融资产之间进行分摊 你要确定拿到的每一项非金融资产的成本 那么在进行成本分配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配就行了 所以这块结合着这个图 是不是不难理解 那对于债权人来说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还是进入到投资收益科目 对于债权人来说 它是相当于债权 债权是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终止确认时 公允和账面之间的差额就进入到投资收益 紧接着债权人受让处置组 那么对于债务人是拿一个处置组来清偿债务的 那债权人应当如何来分析呢 这一块我们要清楚 那么我们给大家先画一个简单的图形 同学们来进行理解一下 是不是对于债权人来说 我们放弃债权 放弃债权对应着 你拿到的是一个处置组 处置组里边可能包含资产和负债 那么资产 有可能是金融资产 也有可能是非金融资产 还有可能处置组中包含负债 是不是包含负债 那对于债权人来说 你拿到了这个处置组 拿到了这个处置组的话 我们应该优先确定的是金融资产 那金融资产直接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 然后我们要确定的是负债的入账金额 你放弃债权 你拿到处置组 这个处置组里边的负债 是需要将来债权人去承担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负债的金额给它确定好 那负债的话 就按照相关准则的规定来确定 负债如果是金融负债 就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如果是非金融负债的话 就按照其他准则 对于负债来说 这个同学们不用担心 负债的价值通常 它要比资产的价值更好确定一些 所以我们对于债权人来说 你把处置组中 我们拿到的金融资产价值给它确定好了 负债价值也给它确定好了 那么需要重点确认的 就是非金融资产的成本 那你还是需要先算出来 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 先算出来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 然后需要把这个总成本 在单项资产之间去进行一个分配 先把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给它确定好 总成本有了 那么每一项非金融资产 因为它有可能有多项非金融资产 有可能有固定资产 有可能有无形资产 还有可能有存货等等 有多项非金融资产 那么我们在各单项资产之间 按照供允价值的比例一分配就行了 所以你通过放弃债权 一共拿到了这么多 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再进行理解 怎么换一个思路理解呢 那对于债权人来说 债权人你获得了抵债资产 那你获得的抵债资产的代价 是你放弃了原有的债权 同时你还要承担处置组中的负债 我们通过放弃原有的债权 再加上我们要承担处置组中的负债 对应着才拿到了这么多的抵债资产 抵债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所以抵债的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 那么它的总成本 是不是 它的总成本 是我们通过放弃债权 再加上承担处置组中的负债 这样的话我们才获得到 这样去理解 这样去理解 你把这个思路搞清楚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文字表述和账目处理 债权人应当 首先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和其他相关准则的规定 我们对处置组中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进行初始计量 把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负债的入账价值给它确定好 然后按照金融资产以外的各项资产 那就是非金融资产 在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比例 对 看好 放弃债权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以及承担处置组中负债的确认金额之和 你看这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原理 你通过放弃债权了 我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再加上你要承担处置组中的负债 那么这是整个的对价 整个的对价获得的是啥 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入账了 那我们扣除受让金融资产当日公允价值后的净额 那剩下的把金融资产扣掉了 剩下的就是啥呀 是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是不是 剩下的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 按照各单项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比例为基础 对这个净额进行分配 以此为基础分别确定各项资产的成本 这个各项资产强调的是非金融资产的成本 那还是看一下这个图啊 那么对于我们获得的金融资产直接按公允价值去入账 那么处置组中的负债 你也要按照这个负债适用的准则 确定好它的价值 负债价值的确定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那么我们通过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再加上你要承担处置组中的负债 然后扣掉扣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剩下的就是非金融资产的总成本 然后要在各项非金融资产之间进行分配 确定每一项非金融资产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那我们在确定的时候分配的时候 就按照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配就行了 那对于债权人来说 还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录 投资收益科目 这一句话就不用反复解释了 紧接着 债权人将受让的资产或处置组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债务人以资产或处置组清偿债务 且债权人在取得日未将受让的相关资产或处置组 作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核算 而是将其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对于债权人来说 拿到的抵债的资产抵债的处置组 债权人在取得日直接就把它分类为持有代售类别 直接就作为持有代售类别核算了 那这个时候债权人应当在初始计量时比较 比较啥呀 假定我们获得的抵债资产或处置组 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 就是正常计量时初始计量金额是多少 和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较 以两者赎低来进行计量 所以这两者分别就是 假定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正常的初始计量金额和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以两者赎低来进行计量 这个体现的是啥呀 体现的是谨慎性的原则 那么如果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这块比较低 那么这块比较低 我们按照公允价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去入账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呀 就会产生减值损失 所以这块同学们要清楚 紧接着我们再看 采用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方式 进行重组时债权人的处理 我们现在还是在讲债权人的快据处理 那对于债务人来说 是把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那对于债权人来说 那就是把我们原本的债权投资 转变成什么呀 权益投资 那债权人对于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分类有可能是不同的 那债权人拿到底债的股权 我们做出股权投资的话 对于权益工具投资分类 如果是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话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又是金融资产 那既然是金融资产的话 它就要适用金融工具的准则 所以你看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它根本就没办法跟金融工具准则分开 你就把金融工具准则和债务重组准则 给他俩认为是什么呀 连体婴儿似的 所以你金融工具准则跟债务重组准则 他们俩联系非常非常紧密 那对于债权人拿到的这个投资 是不是 我们把原本的债权投资变成股权投资 那这个股权投资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肯定就是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直接去入账就行了 然后把债权的账面价值终止确认 贷方应收账款等借方坏账准备 那么产生的差额直接进入到投资收益 因为我们终止确认了债权 然后对于债权来说 如果为了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 发生了相应的交易费用呢 那么我们是进入到投资收益的借方 这也是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借投资收益贷方银行存款等 那如果债权人 我们把原本的债权转变成股权投资 转变成权益工具投资 把权益工具投资 给它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话 债权人把这个指定到FVOCI里了 那么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也是金融资产 既然是金融资产的话 那他要适用金融工具的准则 那金融工具准则规定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初始入账成本怎么确定 是不是要按照金融资产的公引价值 再加上为了取得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发生的交易费用啊 因为交易费用是要进入到 初始确认金额当中的 所以这个时候交易费用是要进入到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里 这个规定就完全是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代方银行存款发生的交易费用 然后要把应收账款 等债权的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 代方应收账款 借方坏账准备 然后产生的差额是做投资收益 这块同学们还是要细心一点 这个投资收益 是因为我们终止确认应收账款产生的投资收益啊 所以即便借方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这块照样可以做投资收益 因为这个投资收益是你放弃债权产生的啊 所以别一看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就想着留存收益的事 你要具体分析清楚啊 紧接着 那债权人把获得的权益工具投资 分类为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是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没有形成企业合并这样的长投 没有形成企业合并这样的长投 它是适用债务重足准则的啊 这块要记住 它是适用债务重足准则的 那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就要按照啥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再加上相关税费等其他成本来进行入战 所以这个时候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就要按照放弃债权的公寓 再加上相关税费等其他成本 贷方银行存款这是发生的 直接相关税费啊 紧接着要把债权的账面价值做终止 确认贷方应收账款等借方坏账准备啊 然后差额是投资收益 差额有可能是在贷方啊 那么这个差额其实就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这块不难理解 那么如果债权人对权益工具的投资 形成了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我们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把原本的债权转变成股权投资 那么这个股权投资你直接形成企业合并了的话 哎那这个时候他要适用企业合并准则了 哎他不再适用债务重组准则了 哎那形成的又是同控的情况下 同控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入账成本 是要按照合并准则来确定 合并准则规定的是 应该是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得份额 再加上应收购被合并方形成的商誉来进行确定 就是按照我们前面给大家讲长头时 那个相应的公式来进行确定 然后要把债权的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 贷方应收账款等借方坏账准备 哎把债权的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 哎产生的差额 产生的差额既然是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这个时候差额是不能影响损益的 因为这块是按照权益性交易的规定来进行处理的 哎那么差额同控我们进入到资本攻击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当中啊 当然差额有可能是在借方的啊 然后为了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评估费等等 这些是进入到管理费用的借管理费用代方银行存款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债权人的账务处理 他完全遵循的是企业合并的准则了 紧接着债权人对于权益工具投资 哎那么形成的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我们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哎那么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这也形成了企业合并呀 哎所以这个时候也要适用企业合并的准则 也要适用企业合并的准则啊 那么对于非同控形成的长头 哎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是按照合并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那么合并成本是啥呀 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之和 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 你付出的对价是啥呀 哎你付出的对价是不是就是你放弃了债权呀 哎所以这个时候合并成本 对于债权来说 你所付出的合并成本付出的对价 就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啊 这一块哎并不矛盾并不冲突 因为我们就是通过放弃债权 形成的非同控的合并 哎那对应着啊 对应着哎我们 贷方哎应收账款哎 贷方应收账款借方坏账准备 这样把债权的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 哎那么债权的账面价值做终止确认 非同控的时候我们所付出的对价 供允和账面不一致能不能确认损易 能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所以差额做投资收益 哎差额有可能是在贷方 哎那么放弃债权的供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 差额就是这个投资收益啊 紧接着为了合并所发生的审计法律评估咨询等费用 哎还是做管理费用借管理费用 代方是银行存款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按照企业合并准则来进行处理啊 紧接着我们看一下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哎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哎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哎那债务人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是进入当期损益 所以对于债务人来说 哎以资产去偿债 这个时候分析起来很简单 哎就是我们要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和抵债的资产的账面价 他俩之间的差额直接进入当期损益就行 哎这块很简单 那么首先看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 哎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偿债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额是进入到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时候哎拿金融资产去抵债 哎那么我们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和所欠负债的账面价 他之间的差额直接进入投资收益这个科目就行了啊 所以借方应付账款呀 长期借款呀哎等等 这是债务的账面价值要给他冲掉 代方银行存款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债权投资等啊 这是偿债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哎那么抵债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跟所清偿负债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就做投资收益 因为这个时候涉及到的都是金融工具哎 所以都是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那你看看产生的差额肯定是做投资收益这个科目啊 这里边我们给大家拓展一点强调一下哎那 如果是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去抵债哎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去抵债那这块同学们一定一定要理解那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哎 不管你是用来抵债了哎 还是哎用于对外出售转让了那么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一部分在终止券的时候它是不应该影响损益的啊 这一部分是不应该影响损益产生的差额应该是做留存收益的 所以如果拿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去抵债 我们需要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账面和它的公运对应着这一部分差额是需要做在留存收益当中的啊 所以这一块啊我们教材以及准则中没有过多的强调这些 所以在考试中考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去抵债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就会小一点啊 然后看一下提示一 常债金融资产以计题减值准备的应截转以计题的减值准备 哎抵债的金融资产那金融资产用来抵债了 金融资产已经计题减值准备了 金融资产都没了 那么他计题的减值准备肯定也应该同时做截转 这块很好理解 然后看一下提示二 抵债资产 抵债资产如果是其他债权投资 那么之前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应该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哎给他进入到投资收益科目 哎那么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去抵债 哎之前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进入盈余攻击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哎科目 所以这一块哎 你还是要知道 其他债权投资的其他综合收益是能转损益的 能转损益的抵债了 那么就转到投资收益里 然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是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哎那你把它抵债了 对应着这一部分 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应截转到留存收益里 啊 紧接着债务人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或者是以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在意内的 多项资产清偿债务的 哎 还是应该将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来进入当期损益 哎 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当期损益 哎 换成了什么呀 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这个科目啊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 债务人 哎 他确认的损益走哪个科目 哎 债权人 债权人是放弃债权放弃金融资产 所以债权人都是做投资收益 而债务人你要区分抵债的资产是什么 抵债的如果是仅是金融资产的话 哎 那么金融资产我们用来抵债了 哎 做投资收益 但是如果要是非金融资产去抵债 那么就是其他收益 哎 既有金融也有非金融资产的话 哎 那么混在一起的话 我们也做其他收益 所以债务人的当期损益 这一个哎 导图必须要给他记准 提示一 偿债资产以计题减值准备的 应截赚以计题的减值准备 比如说抵债的是固定资产是存货 计题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的 哎 都抵债了应该截主案 以计题的减值准备 提示二 不需要区分资产处置损益 和债务重足损益 哎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不需要进行区分 到底资产的处置损益是多少啊 哎 债务重足产生的损益是多少 哎 这时候不需要把他俩进行拆分 哎 也不需要区分不同资产的处置损益 因为你抵债的资产可能用多项资产去抵债 哎 每一项资产到底处置损益是多少 用给他算出来吗 不用 哎 直接混在一起就行 混在一起 直接就是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和转让的抵债资产的账面价之间的差额 整个这个差额直接进入当期损益就行了啊 但是当期损益到底是哪个科目 你要看抵债的资产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账务处理 如果是用固定资产去抵债的话 那我们需要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截转到固定资产清理里啊 哎 那么如果是无形资产去抵债 我们直接截转无形资产的账面价 哎 代发无形资产借发累计摊销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啊 然后固定资产清理 这是抵债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 然后有哎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的 你该算销项算销项 是不是 因为把资产去抵债了 那我们增值税是需要计算销项税额的 哎 然后把应付账款呀 长期借款呀 等等 把负债的账面价值给他冲掉 所以你看 抵债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这个账面价值肯定是要含税的账面 包含着销项税啊 抵债资产的账面价值 哎 跟债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我们就进入到当期损益 因为是拿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来抵债 所以这时候当期损益是 其他收益杠 债务重组收益 紧接着看提示 债务人以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清偿债务的 应当将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存货等相关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住其他收益债务重组收益科目 哎那么拿存货去抵债存货是属于非金融资产 所以这时候我们产生的损益对于债务人来说是其他收益啊 借方应付账款等啊 哎这是债务的账面价值 贷方库存商品借方存货跌价准备 这是抵债存货的账面价 产生的差额直接做其他收益 杠债务重组收益 哎像这样的内容在考试中出题的概率会很高啊 看一下真题2021单选题 2021考的这个单选题就是送分的题 债务重组中债务人以存货清偿债务的 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存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录的会计科目是 哎存货是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抵债的话 哎问的是债务人是不是 那么就记录到其他收益 所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选项A 然后密起来看例题单选题 贾公司与乙公司均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使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 因乙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经协商 贾公司同意乙公司以库存商品 偿还其所欠全部债务 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日 贾公司应收乙公司债权的账面余额是2000万 哎那么债权人记提了坏账准备500万 乙公司用于偿债商品的账面价值是1480万 公允价值是16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乙公司因上述交易应确认的其他收益金额是多少 乙公司是谁 是债务人 哎那么债务人首先你要记住 应付账款我们所抵债的 哎这个债务负债它的账面价值是2000万 千万别算成1500万了啊 债权人的债权因为记提了坏账准备 所以债权人是1500万 而债务人负债的账面价值是2000万 这块先别错了 然后抵债拿库存商品去抵债 哎抵债资产的账面价值是1480 然后拿库存商品去抵债 我们要计算增值税 销项税额 那么在算增值税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增值税 税务机关 不管你把这批商品是抵债了还是卖了 税务机关该挣多少税还是要挣多少税的 所以一定要拿公允价1600乘以13% 哎这样的话是208 所以抵债资产的含税的账面 哎含税了 包含着增税肖项税额之后 我们相当于账面是多少啊 1480加上208 是1688 哎1688和2000之间的差额 我们是进入到其他收益 所以其他收益应该是312 这一题答案是选项A 像这样的内容 同学们在草稿纸上 简单的写一写会计分录 哎能够提高同学们的正确率 借方应付账款2000 代方库存商品账面价值1480 哎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208 然后其他收益是312 紧接着债务人 以包含非金融资产的 储制组清偿债务的 哎 那么对于我们的债务人来说 哎 拿储制组 哎 去清偿债务 哎 那么储制组中 哎 包含了资产 包含了负债 然后拿储制组去清偿原本所欠的负债 那这个时候 对于债务人来说 我们要这么去理解 哎 那么我们通过储制组来清偿原本所欠的负债的话 哎 那么原本的负债 我们通过交付储制组不用偿还了 那么你储制组中的负债 是不是也转移给债权人 对于债务人来说将来也不用偿还了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用储制组中的资产 把储制组中的负债和原本所欠的负债都给他清偿了 所以你储制组中的资产相当于是把储制组中的负债转移了 同时原本所欠的负债也不用偿还了啊 这样来进行理解 所以应当将所清偿债务和储制组中负债的负面价值之和 总的负债我们以后都不用还了 是不是对于债务人来说都转移了都不用还了 与储制组中资产的负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录到其他收益杠债务重组收益这个科目 因为储制组里面包含了非金融资产 只要有非金融资产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其他收益这个科目 所以很好理解 就是所清偿债务的负面价 再加上储制组中的负债的负面价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都不用清偿了 那么扣掉的是储制组中资产的负面价 差额做其他收益 提示储制组中的资产以计题减值准备的 应截转以计题的减值准备 紧接着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那么债务人在初始确认权益工具的时候 这一块注意一下顺序 我给你画箭头了 让你注意一下顺序 我们应该优先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对于债务人来说 把原本的负债转变成所有者权益 转变成权益工具了 那么所有者权益的金额是多少 那我们优先应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来进行计量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那么没办法 我们就应当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 这时候看看我们到底抵债抵了多少 看看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 以这个价值来作为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所以这块注意顺序 那么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就是按照上面这个顺序 括号一和括号二 你确定好它到底是多少 它俩之间的差额 记入当期损益 记入投资收益 你看这回又变成投资收益了 所以一会儿投资收益 一会儿其他收益 你一定对于债务人的损益 要给他分析清楚 这块不要错了 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又是投资收益了呢 那你看看 我们把负债转变成权益工具 那么不管是负债还是权益工具 它是不是都是金融工具 因为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它仅涉及金融工具的话 那么我们产生的差额 就做投资收益了 所以这里边一定要清楚 我们借方应付账款呀 长期借款呀等等 这是债务的账面价值 然后要把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给它确定好 优先使用权益工具的供应价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不能可靠计量的 我们就使用所清偿债务的供应价值 来进行计量 所以把权益工具 作为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资本一价或股本一价 把权益工具的确认金额 给它确定好 那么确定好了以后 产生的差额就做投资收益 因为你看借方和贷方 是不是它都是属于金融工具 准则规范的范围呀 不管是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 它都是属于金融工具 那么提示 债务人因发行权益工具 而支付的相关税费等 那这一部分相关税费 是你自己为了发行权益工具 而发生的 那么我们应该依次充减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未分配利润等 那这就是我们从权益工具的溢价 发行收入中充减 所以先充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 资本攻击不够充减的话 我们依次充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因为这一部分是 我们债务人 你自己为了发行权益工具 而发生的相关税费 这个不难理解 谢谢大家